大家好 今天是4月8号星期六 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实现对热股的复盘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赞助会员去观看环球股指分析 那么昨天周五的节目我们已经开始复盘热门的股票了 大家也可以去观看 我们周五的热股是复盘到了半导体行业 我们今天继续看CHPT的周线图 那对于周线图来说 我们这一周是看到了一根比较强势的阴线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图的多头交易者来说并不是十分的友好 所以多头一定要带好一个小止损或者是离场 不要再做了 对他来说呢 后续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止跌信号我们才去做 或者是我们干脆就等待这根长线下跌去旋的 右侧再去做了 我们看一下日线 那么之前的一些预期呢 在新能源领域啊 包括充电桩啊 并不是十分的友好啊 所以多头一定要注意 突破回踩止低 也胜率不是100% 那如果再来一根阴线 多头应该暂时的离场 再次调整下跌去旋到这儿 再等右侧点位再处理了 再考虑是否进场了 对吧 说为什么新能源领域会这么烂呢 就是这些充电桩或者是电池那种 咱们也不清楚啊 他这个架构啊 但是啊 按照我们的概率 按照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局部出现这种底部结构的时候去做 打止损 就是小止损就离场 这是正确的交易哈 你无法去让所有的架构都符合那个运动方向 那这样的话 你不就是胜率是百分之百了吗 很显然难以做到 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小止损哈 对吧 不要去怕 因为小止损的情况还是相对较少的啊 还是相对较少的 百分之八九十应该都是相对合理的稳健的架构啊 也就是说出现这种就基本上再走一步啊 再跌对吧 有这种感受吧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 就是一直啊 这个右侧小点位出现了 然后再跌回来 这种情况相对是较少的啊 好 及时的去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RKT的周线图 那他的周线图你看 他就是突破回踩 再拉升再止地啊 双重底走起 那么在近四周呢 都是阳线 本周呢 也是一根小阳线啊 表明上行呢 是在缓缓的推进啊 缓缓的推进啊 那么虽然K线相对较小啊 但是他也不是阴线啊 所以呢 不是阴线就表明啊 这多头还是在里边啊 那他就比刚才那个新能源领域啊 就就漂亮一点 对吧 新能源领域到这就往下跌 他呢 是震荡上行了吧 我们要相信我们架构概率上啊 能够赚钱啊 不要怕 你看这个位置也是一个 你看 他们同样是这一浪的下跌哈 啊 突破回踩直跌 你做不做多 做哈 那么后期再跌下来呢 你的止损呢 应该保本止损了啊 现在你 你在 比如说我们假设你在这近的哈 你的止损放在这 或者是大概成本的位置也行 对吧 哎 比刚才那个图好吧 那个图就到这就弄下来了 这图往上走了 那这个图呢 啊 有可能再去摸一下上方啊 这是RKT 好 我们看一下能源指数啊 XLE他的周线图 我们对这个图的周线是什么态度来着 那么在几周前我们说不要去做空啊 也不要去做多 那这个图呢 还是处于无需震荡的状态 对吧 那么现在仍旧维持这样的思路 本周呢 呃 由于上周末呢 欧派克加 欧派克plus 这个减产 计划减产啊 所以大幅跳空高开 本周呢 是悬浮哈 那我们对于WTI原油的一个分析呢 大家可以去观看 周五也有 那对这个来说呢 呃 我们看到本周呢 是一个停顿啊 表明上方左侧的阻力区 非常的密集 出现了停顿 那么会不会下落 还是局长 咱们就不要去猜 就少碰这种图 因为它是无需震荡啊 无需震荡 好吧 那么日线图呢 啊 也是这样啊 那有可能再回落 我们看一下通用汽车的轴线图 对于通用汽车的近期图的预期呢 是震荡行情 其实我们对它的震荡的预期啊 是从啊 从这里就一直开 开始看震荡啊 因为啊 它也属于相对第一波突破上去的 然后回踩 再做一波 再落 再做一波 再落 那现在你应该再做一波 是吧 比如说啊 后续再跌下来怎么办 你比如说本周就是一个周线级别的阴线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那么后续看看能不能再止跌了 属于突破回踩 看看能不能止跌 是吧 你看之前这 突破回踩止跌的话 它可以再做一波啊 那实际上呢 我们说啊 我们应该先假设按照震荡行情去做的 震荡行情就是找到这种双重底小架构啊 去做 那么后续回落呢 你的止损点是放在这的 对吧 说跌破了 跌破也正常啊 因为震荡行情最终呢 也要向下选择 或者是向上突破 对吧 也就是说打破震荡区间啊 那在这做双重底的 你看市场在做这个小双重底 对吧 然后走起 那么只不过又回落了哈 那你的止损点是在这附近了 说震荡行情 呃 胜率是百分之百吗 当然不是啊 最后一次 要么被向下砸破止损啊 要么就是向上突破平行的这个阻力区 对吧 啊 然后走出一个等距离位置啊 那么现在还没有启动啊 那么现在也是从啊原理上来说是做多的一个支撑区啊 支撑区应该选择做多 支损会更小吗 嗯 要耐心的去观察哈 不要说一下子就涨上去啊 好 这个是仍旧是做多的一个点位啊 那么对于局部下跌小区线的右侧交易者来说 你需要再等待一个直接阳线啊 再进 对震荡交易者是在这进的啊 我们特别以罗素啊 中小盘罗素股指啊 期货来说明了这两种交易模式啊 思路上 但是止损的点位呢 大概都是差不多的 一个是震荡的一个 止跌架构啊 双重底去做多 止损放在下方 另外一个就是局部小空头趋势线被突破回踩再止跌 你再去尝试做多 两种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CRM的周线图 那他的周线图呢 很显然本周是一根小阴线啊 那么他也是不断震荡上行的一个过程 那有没有可能再走 其实这个图呢 已经啊 走了很久了啊 那么后续我们就看看能不能跌破这根上了趋势线啊 不跌破就继续拿着 看一下日线 对吧 我们把这个趋势线画好 那随着上行的这个空间越大 我们多头其实是越紧张的啊 好吧 就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啊 现在还没有注定呢 还在创新高呢 对吧 回踩啊 看看能不能再测试一下200 我们之前定的价位好像就是200左右来着 我记得这个数 嗯 好 他没有形成强势的大银线往下砸的吧 没有呢啊 现在 追高可以吗 嗯不是不是太好啊 不应该去追高了啊 多头都 你看我们多头已经开始焦虑了啊 对吧 开始紧张起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金融类的AXP 有人说啊 金融类的怎么看 边上看呢 对吧 边上看 那么对于他的周线来说 本周是根周线级别的阴线啊 这个图呢 实际上在视觉上呢 已经是无趋震荡了 对吧 后续会不会涨 那你看多长时间以后了啊 那如果你要去做多的话 我们这个周线级别的趋势线在这儿 跌破的话就要离场啊 说好了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下跌趋势线 突破回彩 哎 直低 那但是又弄回来了哈 你的止损点就在这儿 说做这种图怎么老是打止损的 也不是了 那些普 有大部分图都是震荡上行的 对吧 这个图不就是交信面导致吗 对他的一个预期会偏 小悲观一点啊 不想去预期 对吧 不想去拉高高 说他有没有可能拉呀 有啊 你看之前这些位置 他都有这种密集的横向区间 我们对横向区间的态度呢 是偏中性的啊 那如果不给出强势的阳线出现 你的止损点打掉的话 你就得离场 我不建议做这种图啊 这种图不好做 这种图其实也是有点震荡上行 你看拉伸回落 拉伸回落 那总归感觉不是很漂亮啊 这个图 嗯 好 这就是AXP Football Football的周线 本周是一根阴线啊 但本周有一个亮点 和上周一样 什么 低点没有去跌破 0.96啊 这个低点 对吧 但是本周是阴线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不行啊 没有持续的阳线出现 但是啊 有一些这种止跌K线的这种 迹象 小迹象 那是不是还需要强势阳线来弄一下 没有啊 这种图呢 做法策略就是100块钱的 对吧 上一波就是100块钱的 这一波还是100块钱的 如果你上一波100块钱被套了 没卖是吧 那你需要 那你想要买的话 再来100块钱的 也不是说不可以 但这200块钱 你要做好亏没了的准备啊 因为他可以直勾勾的下行 他还可以继续直勾勾的下行 当然他也可以直勾勾上涨 那对于技术位的交易者来说呢 你要等待右侧点位了 奈飞我们看一眼 啊 对于奈飞来说呢 他目前还处在上行的 这个小趋势中 对吧 那么估计呢 还要再去测试一下高位啊 本周的阴线并不强啊 是一根小十字星 相对于他自己 三根强势阳线来说 像是一个中继的感觉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是吧 哎 你看他这个架构 下接下来突破回载止跌啊 走起 现在回路啊 那么在周四这天是止跌可以见啊 那么至少要去测试一下 摸一下这个高位吧 对吧 去摸一下 说不摸呢 不摸你的止损呢 往上调一调 对吧 我们的我们的进场点位啊 在这个附近 止损放在最下方来着 你可以保本止损 对吧 现在把止损点调高到 这个 进场位附近 或者说你的进场位偏高 那你就放在这根阳线附近 对吧 你要是给他一定的波动空间啊 好 有没有可能注定啊 布亚老师猜顶吗 猜顶猜底这个没完 对吧 我们也没有去猜底 我们也没有去猜顶 就省心了啊 好 福特 的周线 我们看一下福特的周线和 和通用有些类似啊 你看 它是一个相对收敛的形态 震荡形态 它从 数值下跌变到了横向洗盘啊 那这这是一个空头变弱的 一种表现啊 空头从直勾勾的往下插 变到了反向的运动也很强啊 你看多头 这样的话是多空双方在 新的一轮的博弈啊 那这边很显然多头不愿意去做强多 那这一波就有了 对吧 那么现在应该做多吗 理论上啊 应该是要去做多会好一点啊 那么周线图给人的感受 就是本周四天呢 是小阴线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所以这个图可以不做吗 也可以不做 这图呢 还是没有启动哈 没有启动 如果你是布局特别少量仓位 可以拿一下看一下 不做的交易者就尽量去找那些 震荡上行比较漂亮的图去看 因为那些图 更规律 这个图呢 你就只能在里边震荡了 好 好 我们看一下 通用动力啊 JD网友问 说这个图怎么看 这个图实际上是无虚震荡哈 周线图是无虚震荡 它在局部上面呢 这里有一个下跌的小趋势啊 那么在阻力区 最高位肯定是一个阻力区啊 画在这也行 支撑区呢 我们可以画在画在这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调一下啊 嗯 差不多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只跌了吗 没有 比如说啊 这也突破了 回踩了 只跌了吗 没有啊 他有没有可能再踩回来 也有可能 对吧 嗯 他无虚震荡 这种图不好做啊 有人肯定是看到 直勾勾的弹了一下啊 就觉得啊 这个可以追高啊 再看一下啊 再看看回落 只跌的一个情况 尽量少做震荡行情啊 震荡 或者是尽量少做 这个震荡也不清晰 轮廓不清晰的行情 你看 轮廓不是很清晰啊 找那些规律的形态去做 我们来看一下QS的周线 嗯 QS的周线 本周也不是很舒服啊 给了一根阴线啊 有些图他就不长 有些图他就在长 怎么办 哎 日线 嗯 你看还是有一点点啊 所以下周一我们再看看啊 因为我们的大盘国质期货啊 今天还有点小多头啊 所以下周看看能不能给一个多头 如果不能给多头多头 无论如何在这个点位要离场啊 在这个点 有些头是不启动的 是吧 好 很多好的架构啊 这位置我们再看一下 不要急 再看一眼 还没有跌破底线啊 那么周四这天是一根小 指跌小K线的感觉 再来一下就好了 往上 你看之前这些走也是有很多这种 往下 对吧 墨迹啊 这个图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拼多多 拼多多的周线 拼多多也是此轮领长的图之一啊 你看 这大上行 那么现在呢 再回录 这个指跌还指跌了吗 有点那记性 但还不够强啊 多头还不够强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这带来一根大阳线 才能按照一个底部来做啊 按照一个多头双重底来做 所以下周一很关键啊 那么周五这一天呢 啊 周四这一天呢 呃 是带下阳线的一个小K线啊 但是是小阴线 所以呢 需要一个强势的阳线来提振多头的信心 嗯 好吧 嗯 不容易做啊 那么这一步啊 我感觉啊 咱们当前这一波上行啊 不像我们 两三个月之前那一波上行更舒服啊 为什么呢 呃 因为我们有一个规律就是 呃 第四浪会非常的复杂啊 第四浪第五浪是非常复杂的 呃 那么很多图呢 正处在第四浪 当然有些图是第三浪啊 他就不愿意动了哈 就是因为那些处于第四浪的图变得复杂了 然后他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干扰 啊 当那些领长的图 因为处在第四浪第五浪呢 是领长的图 都开始复杂的时候 那么那些长在 处在第三浪的那个位置的那个 那些图呢 他就犹豫了 一定要先看领长的图哈 领长的图的处在什么位置 所以我们上次呃 抄的底呢 实际上就是领长股的第三浪在涨 对吧 第三浪在涨 我们才做的啊 那么市场有的图是第一浪就涨起来了啊 但现在呢 那些领长的图在第四浪第五浪的状态了 那我们现在市场很多图处在第三浪 他就迟迟不起动 也就是所谓的头肩底的右肩啊 或者说第二浪的低点或者是第三浪的起点附近就一直在震荡 一定要找到这个节奏 否则啊 你就不知道市场为什么第三浪也不走了 因为他是第二梯队的涨股 还没有没敢启动 他们再看第一梯队的股的脸色 好 对拼得多来说 我们还是要找到双重底指跌架构啊 再来一根阳线 如果不能给的话 有可能继续跌哈 好 我们看一下ADBE 他的周线图 你看他就处在第三浪吧 这是整体第一大浪啊 从底部开始第二浪 指跌 第三浪 第三浪呢 又遇到前面这个高点附近的阻力哈 但是本周周线是比较小啊 看看能不能再走一下 因为周线比较弱势嘛 周线的阴线比较弱势嘛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嗯 还是有可能再测一下这个位置 你看他就是一个第二浪 突破回台指跌的一个双重小底架构啊 然后走起 看能不能走到更高的位置 他还不是那么悲观哈 那有些有些图在这个 对应的这个第三浪就开始疲惫了啊 不涨 挺有意思啊 这个图 所以我们说当前美股市场是充分分化的市场 那纯粹是每一个股里边的 这个核心的资金在在在搞 所以我们说啊 做波段交易 你的止损或者叫盈亏比要控制好 嗯 你要去挑选啊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周线图 啊 有人说特斯拉可能会跌到125 那你要说可能性的话 一切皆有可能啊 他应该就是测量了这个 把他当做双重顶来去测的 对不对 他就是跌到这 那有人说啊 这个位置有可能不是顶部 他就是一个 起盘啊 他就是一个横盘 右肩 卫星啊 反转 然后右肩 对吧 这边是左肩 小左肩 这边是右 整体的一个右肩 对吧 为什么要横盘呢 因为上方阻力区嘛 你看 太多了啊 啊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悲观呢 因为他们是空头嘛 说他们怎么又变成空头了 之前不在左边 老是看多来着吗 在这老是看涨来着吗 所以啊 他们跟我正好是相反的啊 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那对于日线来说呢 我们的底线呢 可以把它放到160啊 160一带作为第一次减仓位哈 不跌破160啊 就不要动了哈 那这个位置呢 实际上我认为可能是上涨中继的概率会大一点 那如果他跌的话160 跌下来106卖 等待120130 再重新买回 是吧 是这个逻辑 啊 他就一直震你也是有可能的哈 因为啊 之前啊 这个行情有好多震荡 对吧 好多震荡 你看 好多震荡吧 所以呢 呃 看什么呢 都有啊 这是我越来越理解啊 不同人的观点啊 原来不理解 就是因为我正确率比较高哈 所以就不理解他们 现在我理解了哈 必须有他们的存在 才能提醒我 对吧 提醒我们啊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啊 嗯 好 这个图呢 呃 对于横盘震荡状态呢 我优先是把它当做上涨的一个中继来看啊 因为啊 多头这个波段还是相当的强势啊 啊 那么做反转形态呢 其实直上再直下这种概率 我觉得会比较 比较难以实现啊 所以我维持看当做这个右肩来对待啊 也就是说啊 是建仓的一个区间啊 而不是做空的区间 建仓做多的区间 而不是建仓做空的区间啊 好 我们今天这一期先到这里 稍后呢 我们继续从白银开始说起 稍后啊 这个 稍后见啊 拜拜